我們已經快到家裡 你們最好先聯絡家人 聯絡簿上還要回家寫下 你今天幾分到 是明天看 就是把你上個禮拜幾的 禮拜二的 我們下今天到家時間 六點班了 還有明天不要說因為很累 就要請假 我們班其實都是滿晚來上學的 都沒有說那種懶惰的 很不錯 然後就是明天我們會在課堂上 稍微播一下子 然後因為下下禮拜就要考試了 別人都已經把那個 天地二上完了 然後我們現在還在兩碼隊 對不對 所以要回到現實 老師講話 好 那你們繼續再問一下 我真的覺得老師的講話 都離不開學業跟課業 我每一次啊 每一次的閉旅玩或者是活動玩 他說那個同學 對 那個作文兩張明天交 或者是作文兩張下禮拜 要不就是那個聯絡部的 新人感想極限 我平常掉到地獄 對 真的啊 真的 他們都好心情就不見了 請準備那個 真的有感覺 然後我曾經遇到一個老師很好 他說那個各位同學 你們兩天過完了對不對 他們就跟你們一樣 四三吃出去吧 兩天過完對不對 好 明天早上 那個 不用上課 他們就很開心 你知道嗎 他說 對 明天早上 因為我是教體育的 所以早上沒有體育課 所以你們不用來上我的課 他們要送別房裡到地獄 所以 一個 活動點的時候 還是要面對一下現實 你知道的 這就是學生本分 但是 你們現在好好讀真讀書 你以後就可以就是 到處想要做你想做的事情 像我現在就覺得 我讀書真的很好 你只要每天看書 每天吸收知識 考個試寫個作業 就可以輕鬆過日子 不用 這樣賺錢很累 我帶到你們班算好 如果帶到你們班那種 很刮躁很 讓我煩心的 你知道嗎 那個賺錢真的超辛苦的 又要喊又要嘶吼又要叫 然後你們又不會聽我的話 然後又開始那些 寫不命罵我啊 寫無名罵我啊 什麼的 那個心理感受會不是很嗎 你要不要跟我們無名 跟FB有沒有什麼嘛 就他會在 學生就會在學生自己的 然後我們就會 莫名其妙的收到 你知道嗎 對 不准找我 你知道嗎 有緣就是會相見 我只是你們這兩天的 其中一個 那個 回憶的角色好不好 搞不好 明年九月就 就游游被我們演了 欸我們就不玩死你 不可以玩死你 我會玩玩死你 我跟你說 OK啊 我等你 我們還不要咧 那什麼250塊 那什麼250塊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啦 現在的時間 已經到 剛剛要沒過了 應該快到了 快到了 所以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回家記得一定要先回家 然後 跟爸爸媽媽姨姨 來跟陳生阿姨數數不破 你姐妹妹弟弟哥哥 全部打招呼 打完之後呢 如果你要出去玩 那出去玩 了不了解 了解 看你們每一個 那個聲音都是想睡想睡 愛哭愛哭 因為要 哪有 好啦 你的嘴巴最利了 我不想跟你講 那個表情喔 你還沒有聽過更利 真的喔 那 放過我的嘴巴嗎 不想耶 這樣 不能不想 不想 我要讓你明天不能用得多 好啊 我要讓你現在不能用什麼 嚇一下 嚇一下 我要讓你娘不能用嘴巴 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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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你們大家還先休息 現在快到了時 我會叫你們請床把行李稍微整理一下 好不好 誰要睡啊 精神特別好